人生涵养神道 拿给Keyin的弟兄 Keyin的弟兄说 这什么意思 我说听了就知道 这个就是说 人的一生在涵养神和他的道 涵养的意思是什么 涵养就是要有修养 要有内涵 要一直的灵修 灵修 把主耶稣 内涵在你的心灵里 把它包含在里面 让你的一生 都能够按照主的旨意行 要涵养神 涵养神 什么事情 马上想到神 想到我们的主 他会帮助 他会带领 想到我们的主会祝福 哇 好高兴 这个神一直都在你心中 保有首要的地位 这个意思要训练 一定要训练 所以这个灵修的功夫 不容易 不简单 一定要努力 再努力 不努力的话 常常都把神放一边 把自己 就越来越高抬 骄傲 就是这样的事 我今天下午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 扫墨记下二十四章 最后一章 我们来打开 扫墨记下二十四章 这件事 我们一定了解 就是大卫王 年老的时候 赎典百姓 这件事情 怎么惹怒了神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没有 涵养神和神的道 到老年还会出问题 不容易 不简单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到年老还是发脾气 到年老还是做错事 如果没有涵养神和他的道 这样的犯规 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们会很后悔 大卫这一次也是一样 最后是后悔结局 然后归回神 这样才成功 成就伟大的事 这个我们从头来看 第一节 第一节 耶和华 一起念 预备七 耶和华 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 去赎点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 阿们 这里讲的什么事 耶和华是向以色列人发怒 为什么发怒 一定是以色列人做错事 得罪神 这个是百姓错误 但是没有想到 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 赎点百姓 这个大卫牵连在其中 大卫王年老了 还牵连到这个事件里面 这个是出乎意外 我们如果看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历代字上二十一章 就可以对照 等一下我们一直会对照 这个历代字上的二十一章 第一节 这样说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激动大卫 赎点他们 原来是出乎意撒旦的工作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两面 有两面 正反两面 正的方面 好像是 耶和华 发怒 让大卫去赎点百姓 是发怒百姓 但是大卫好像没有错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 每个事情都两面 自己要谨慎 灵修 在你左右的人 旁边的人 可能要犯错了 你不要 家财活 你不要点火 出了问题 大卫就是这样出问题 所以 大卫的一生 给他想起来 就只有两个错误 就是 扫墓记下第十章 那一次的错误 八四八事件 他不谨慎 他也是在 他当王以后 才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 当他逃难的时候 他是何等的谦卑 那个扫罗王 追他十次 尤其最后两次 这个大卫 完全心中有神 这是神的受高者 我怎么可以伤害他呢 他要留待 神出手 所以那样的王 真是神所喜悦的王 所以后来当了王 是何神心意的王 但是当了王 这扫墓记下 上去 一章 二章 三章 到了第十章 高峰摘下来 第十章 高峰摘下来 就是情欲事件 所以人的情欲 等到我们人死了 情欲也死了 我们还活着 情欲还活着 这个真是可怕 这个情欲的事 是一生的事 所以我们 终其一生 要涵养神的道 神和神的道 这个就是我们 在这里读到的 所以一直到他晚年 犯了第二次的错误 就是这一次 这一次啊 问题也是好大 大卫啊 心高气啊 为什么要心高气啊 因为啊 我当王 还被人家 来抗议 不听我的话 他很气 尤其是谁啊 第二节以下 就是看到那个元帅约压 元帅约压 一生啊 都做大卫的辅佐 他辅佐大卫王 其实很不错 他会对别人不好 对大卫一定好 他是老二哲学 永远是大卫当王 第一 我元帅约压 第二 只要我当元帅 其他 不管我很厉害 都是按照我的意思 我就不听王的指示 所以啊 大卫王啊 他实在心里头啊 七七焉 我还软弱 这个喜儒雅的两个儿子 就是约压 罕亚比赛 这两个人兄弟啊 连手欺负我 这样 他常常放在心里 有一个节啦 等到他年老 晚年的时候 这个节还在 所以啊 约压又有建议啊 说 大卫王啊 你何必这样呢 第三节 约压对王说 无论百姓多少 愿耶路法 你的神在家天百倍 是我主我王 亲眼得见 我主我王 何必喜悦行这个事呢 你看 蜀典百姓啊 不是 不是户口补查啦 是蜀典军队 户口补查喔 我想 我在 刚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有几次户口补查 我太太是老师 她也被征召 要去户口补查 晚上 哇 深夜 大家都回家 去 去到那个 那个 故宫博院附近那一带 哇 那个深山里面 去蜀典补查 所以啊 很麻烦的啦 蜀典补查啦 不容易啊 最近是没有啦 在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小孩子 要留在家里 我也要看顾 小孩子 太太要去 蜀典补查 那个是老师动众 费费费力 这样的事 苏典百姓 也是一样啊 看国中 有二十岁以上 可以打仗的人 有多少 这样 民宿记有两次 是神说的 才算 人不必要啦 人不必要 尤其大卫 年老的时候 哇 他的那个国度啊 最大 这个就是啊 神应许 亚伯拉罕 这个创世纪 十五章那一段 那个意象里头啊 那个境界 大卫啊 把它包含下来 所以大卫王啊 到年老了 他还算军队 是什么意思 骄傲 骄傲 我已经啊 不得了了 我不得了 心高气傲 最可怕 这个魔鬼 也是骄傲 为先 骄傲 想要与神同等 所以 焦心不得了 就心高气傲 这一点 所以这下 约牙又 又建议啦 何必如此 你何必如此 你这么伟大的王 何必如此 你可以求神 加添百倍 所以呢 不要这样啦 第四节 但是王的命令 胜过约牙和众军长 一个人 我是王 这一次我号令 这一次呢 没有问神 所以说刚才有说啦 撒旦起来 来攻击 以色列人 大卫 一个不谨慎 神阻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呢 大卫在这个时候 就出了问题 所以我说 人生 终生 我们一生 终极一生 都要涵养神 没有一个时刻 可以放松啦 到死为止 我说一次 那时以前 你看到我们的 老弟兄 老姐妹 他们说 祷告 祷告的时候 哇 那个灵眼啊 非常流利 哇 你感动 非常感动 到老了 还是以神为第一 优先 其他的事 世上的事 全部离我远去 对不对 我要归神了 我要安息了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 但是大卫这个时候 老年 竟然犯了这样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 真是不可饶恕 但是神 当然 也是 所高高提起 轻轻放下 要不然 大卫怎么能够得救呢 我们都是仰赖 神的救恩 他的怜悯 要不然 哪个人能得救 没有一个人 配得救 太可惜 太可怜 但是呢 你就想到 这个大卫啊 他所用的这个机制 他两次都用这样的机制 就是呢 归回神 彻底悔改 归回神 啊 所以啊 这个题目啊 人生涵养神道 这特别讲的大卫 这两点 这两次 错误 他都用了这个机制 就是呢 彻底悔改 还回来 还回来 回来啦 还有办法回来 这个事啊 太奇妙 而告诉我们啊 他这一次这个属典百姓 这个事情啊 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再读这一章啊 你就可以得到 很好的教训 再告诉我们啊 你要留意的是 属灵的事 这个第一点 我要讲的第一点 就是分辨灵界的事 我这个灵界的事 真的不容易啊 刚才早上 我们有讲 到底是一个人呢 还是神的使者呢 还是神本身呢 搞不清楚 就是搞不清楚 但是 那个心要虔诚 对不对 要敬畏 要敬爱神 这个都是啊 一直在涵养 我们一直在涵养 这个事情 那个心啊 不能骄傲 高傲 看不起人 那个马罗亚有没有 他说啊 让我呢 准备一只小三羊羔 来尊敬你 来尊敬你 把他当人 人是尊敬 神呢 就敬畏 对不对 这个是早上 我们所读的 这一章 这个很有意思 你一直读 一直读 你就清楚 对人就是敬重 就是尊敬 尊敬人 对神就是 敬畏 从敬畏到敬爱 敬畏是旧约哦 旧约是敬畏 好可怕 神好可怕 见面 见到他的面 我会死 到了 新约不一样 敬爱 主啊 赶快来住在我的心里 让你的圣灵 充满我的心 哎呀 不一样 敬爱 所以我们常常要 要再 达到新约的状态 恩典时代 何等的美好 是这样 所以我们啊 刚才啊 就读这个地方 说 大卫王的一生 就这么两点 这两点啊 一直在告诉我们 涵养神 他很神的道 就是到老的最后那一刻 也是一样 这个年老出问题了 不少呢 几乎啊 不少 谁还有这样的情况 我那一天有读一个什么 撒木儿 撒木儿好像没有什么缺点嘛 对不对 哎呀 被我找到一点呢 不好意思呢 找到一点 那一点是什么 就是他年老的时候 竟然立自己的儿子当诗诗 你去读读看 诗诗是用立的吗 诗诗记好好读 没有啊 神兴起诗诗 有没有 兴起 神兴起 哇 那个大卫竟然出了问题啊 年老的时候 立自己的两个儿子 结果两个儿子 不良 所以啊 百姓抗议 有没有 哎呀 年老 年老出问题的很多啊 真的很多 所以年老一定要更加谨慎 是不是 哦 这一次啊 户口普查 灵界的事 灵界的事 看不见 但是 大卫王年老了 真的是 有一点骄傲 我不听你了啦 我一生都听你这个约压 对不对 我不听啦 还中军长 我一个人 王呢 王就是最大 我抵挡你们众人 对不对 元帅 军长 我全部都不听 全部听我的 这样就不对啦 是不是 所以人哦 有的时候 还是要想到神 还是要想到神的道 所以大卫如果想到神的道 他应该可以 客气一点 但是呢 他那个时候一定是想 交心啊 我不再听你的啦 骄傲 哎呀 都是你这个约压 你每次都跟我唱完调 这一次不理你了 结果呢 你看看哦 约压没办法啦 这一次约压真的没办法 所以第七节 第八节 他们走遍全地 过了九个月 又二十天 你看看 这个功夫啊 九个月又二十天 户口补查 这个是苏天百姓 这个大功夫 把全境全部都算清楚 回到耶路撒冷 第九节 耶压将百姓总数 咒告王 以色列拿刀的勇士八十万 犹大有五十万 就这样 有什么意思 合起来啊 就是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 好 第二点 我要讲的是什么 不要比较 不要计较 不要计较 多少 那个耶压说啊 你不要计较 神加给你百倍 均力 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 一定要 强出头 好不好 结果 费了那么多时间 这个是多发挥的 九个月二十天 算起来是一百三十万 好 我们看这个 历代至上二十一张 第五节 历代至上二十一张 第五节 将百姓的总数 咒告大倍 以色列拿刀的一百一十万 尤大拿刀的四十七万 好 加起来就是一百五十七万 你看看 一百五十七万 刚才是一百三十万 这里多出来二十七万 超很多耶 这个比例很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数了半天还是搞不太清楚 何必呢 何必呢 是这样 我们何必这样呢 所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计较 不要计较 计较了 比较了 也没有什么意思 后来一看 回头一看 试过境迁 一看 没有用 搞了半天 赚了很多钱 到离世以前 没有用到 就这样 留给子孙 就这样 诶 有还好 没有呢 也是这样过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第二点就是说 不要比较 不要计较 我在我们生命 这个永生 永远的生命里面 跟今生百年里面 来比较 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信耶稣得永生 我们绝对 要小心 我们是要 得永生 敬永生 享永生 享受 我们绝对 不是把眼光 放得那么近 就是今生 就是现在 就是这百年 就是最近 跟人家一直比较 跟人家一直计较 没有意思 真的是没有意思 所以亚伯拉罕 他有很正确的观点 当他打败 四王回来 出来两个王 一个是 索多玛王 一个是 三人王 三人王 就是平安 就是麦基喜德 就是神 显现 早上说的 神的实责吗 神显现 是神本身显现 麦基喜德 是神本身的显现 尤其在希伯拉署 七章一节 讲到他 就是那个永恒的主 没有主仆 没有开始 没有结尾 哇 我们读那个 希伯拉署 七章一节 你再读一次 你就知道 这个明明是神的化身 对不对 说 他就是仁义王 就是杀人的王 就是平安王 他无父无母 无主仆 无生之实 无命之忠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哇 神的化身 哎呀 好厉害啊 这个亚伯拉罕的灵界 灵眼 一看 这个是神 马上献上十分之一 从此 我们都起码要献十分之一 对不对 我们每次啊 赚钱 就 起码 就献上十分之一 第二次是在 创世纪 二十八章 刚才是创世纪 十四章 现在是创世纪 二十八章 雅各说 如果我能够平安回来 回到我的故乡 我就献上十分之一 在伯特利的地方 这是 哎 很多人 在属灵上搞不清楚 所以 信了耶稣 还要献十分之一 我不信啊 搞不清楚 如果 如果你能够献十万 表示你赚了一百万 你要好高兴 九十万是你的 所以啊 你能够献一百万 你更高兴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想法 几个人有啊 赚多的时候 拿不出来啦 为什么要我献那么多 我要献一百万 那么我是赚多少钱 他都没有这样想 好 所以 这个事情啊 灵界的事 很清楚 所以麦基喜德出来的时候 是这样 哎 那个 亚布朗安好厉害 他一点都不比较 他不计较 他可以当 九王之王 他可以当联合国 全部把它合起来 成为一个大国 好像现在美国一直想要 做全世界的统治这样 他不要 四王打败五王 他又打败四王 然后把五王里面 的人都释放 哎 然后呢 索东马王出来 说 财富给你 人口留下来给我 这样就好 他说我才不要你的钱 一点都不计较 不比较 不要 哎 他的想法真好 真好 他说啊 免得你说 我的一根线 一根鞋带 是从你那里拿到的 我已经向至高的神 天地的主 骑士过了 我是从他那里 得到恩典福气 今天得到胜利 是他的赏顺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这一切 哎 好厉害 所以那个亚伯拉恩 真的是 神所爱的 所以能够成为选民之主啊 这个大卫啊 一时搞不清楚 大卫很好啦 不是不好 但是呢 就是那么一两点的地方 这一段啊 就是在撒木尔记下 最后记载的 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啊 有他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告诉我们 灵界的事 要好好分辨 告诉我们 不要比较 不要计较 跟亚伯拉恩的事件 比起来差不多 所以今天啊 临到我们的事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 没有敏感度 不知道说 差不多 叫我们啊 要分别清楚 属灵跟属世的事 叫我们要搞清楚 不要那么会计较 那么会比较 所以这个事情 就人生涵养 神和神的道 你心中有神吗 有存在神的道吗 什么事情也能够 一道事情能够 什么都 不管什么事 都反映出神 和神的道来吗 如果能这样最好 要不然 常常犯错 问题就大了 一生啊 就不顺不利 不顺利了 也不行 第三点就是 神祝福最重要 神祝福最重要 神如果不祝福 你再多什么 都没有用 没有用 神祝福最重要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三末祭下 二十四章到最后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结束 就是呢 大卫族坛献祭 平安祭 和凡祭 这样耶和华垂听 国民所求的 温利就止住 刚才那个中段 这里还没有讲的 就是温利 神发怒了 神发怒了 到最后是神听 我们的祷告 事情才结束 要不然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世界上的事 常常没完没了 刚才啊 我们所读的 就是到第九节 第十节 沙漠记下 二十四章 第十节 大卫 赎典百姓以后 心里就自责了 大卫 其实那个良心 很好的啦 他有一次 心里自责 是因为什么 割下 扫罗王的 一斤 一块 他自己就 良心自责 我怎么可以 割下王的 一斤 那个良心的 敏感度极高 对不对 这一次 心里自责 啊 还是我错啦 所以啊 人要常常啊 有一颗 柔软的良心 柔软的良心 没有良心 良心给狗吃掉啦 那问题很大 那个是很灵敏的良心 不对 马上心里难过 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骂了人以后 回转身 哎呀 我刚才怎么骂他 要赶快去给他 对不起 又没有那个面子 拉不下来 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就得罪了一个人 这样 就害了一个人 沉沦 那个人可能啊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个时候 大卫啊 心里自责 会自责是最好 就祷告神 他说 我行这个世大有罪了哦 耶和华 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 甚是愚昧 所以啊 大卫的良心 还是非常的灵敏 一时啊 高傲 尤其是面对这个约压 劝戒 如果别人讲 可能还好 这个约压讲啊 我就是受不了 有没有眼中钉 你的眼中 有没有眼中钉 要小心 也不管谁讲的 都一样 大人小孩 跟你讲的话 只要他合乎神的道 神的道 你就要听 听了以后 你良心就 无亏 欢喜 保持无亏的良心 欢喜 而大卫啊 虽然是这样子忏悔 这一次神不饶他呢 神其实会饶 饶 饶恕人的啦 但是呢 这一次啊 有他的旨意在 所以十一节 大卫早上起来啊 神的话就临到 先知加德 跟他讲话 三个 三个 选择题 三个 这个选择题 三样 让你选 再样 再样让你选 我才不要 十三节 你愿意国中 有七年的饥荒吗 七年 哇 七年好久呢 这个 沙漠记下二十一章 就三年就不得了了 三年哦 七年的饥荒 哦 这个大卫啊 要害全国饥荒 是他的错 他不敢承担啊 不敢啊 是在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三个月 哇 他几年被追啊 被那个扫罗王追啊 追几年啊 我知道那个痛苦啊 在外面 颠沛流离 我不要 三个月我也不要 或者第三个选择 在你的国中 有三天的温利好不好 温利 我们已经温利几年了 快三年了 这个 这个温利 温利很害我们戴口罩 看到的人都认不出来 常常认错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对 哎呀 三天的温利 如果很严重的 不知道死多少人 但是 是以色列百姓 这个有良心的王 怎么敢啊 这个我也不敢 是不是 现在啊 你揣摩思想 我好回去 报告 才我来的神 十四节 大卫就对加特说 我很有为难 我不要了 我不敢了 我不要选 我不要落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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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一点厉害 我愿意 我愿意落在 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 人的手里 刚才前面的三个 意思是 人的手里 但是 我愿 落在 神的手里 你要叫我选择 我很为难 我不敢 你知道吗 这一次三个灾祸 看起来 大卫没有选择 他没有做选择 交给神处理 看神怎么办 我就落在他手里 还比我自己选择的 来得好 你要聪明 有的人赶快 选一个灾难 不需要 那样还是 不是上策 你要像大卫 搞半天 我不要选 神啊 你看着办 我愿意 落在你手里 你怎么样决定 我就怎么样接受 这样就是坦然 坦然 我们一定要有坦然的心 很快乐的 十五节 于是耶和华降温礼 神决定了 给以色列人 从早上 一直到 所定的时候 从淡到别四八 就是 从北到南 民间死了 七万人 七万人 我们现在有时候 一天 两天 三天 那个日本好像 一下子 确诊了多少人 但是要 十七万人 好像也有了吧 我们现在 十几万人 忘记了 所以这个 恩力 太可怕 太可怕 十六节 天使像 耶路撒冷 身所要灭城 整个城都要把他灭掉 耶和华后悔了 不降这个灾 吩咐 灭明 灭明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吧 那是耶和华的使者 在耶布斯人 亚劳拿的河场 大卫看见 灭明的天使 就祷告耶和华 说我犯了错 罪了 行了恶 但是这群羊 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 我和我的父家 完全正确 这个 大卫啊 这一次的悔改 让神又垂听了 应该要 落在我的家 而不是落在百姓身上 所以神会垂听 我们一定要有那种 悲天悯人的心 要合乎神的心 所以要涵养神和神的道 这样我们的灾祸 才会离开 如果还存着那种 那种施力 那样是神不高兴 所以大卫说 是我犯罪 行恶 这群羊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以色列人 还是有犯罪 但是当王的承担起来 这样就对了 我们做事情 一定要重归重局 神就高兴了 喜欢愿纳我们了 十八节 当日 加特就来 来见大卫 说 你上去 在耶布什人 亚劳纳的合唱 为耶和华 来筑一座坛 所以呢 就是在那里 亚劳纳的合唱 来献祭赎罪 大卫就照着 加德 奉耶和华的名 所说的话去 二十节 亚劳纳 就看见了 王案 臣仆都来了 就迎接 脸浮一地 向王下拜 二十一节说 我主我王 为何到我这里来 仆人这里来 大卫说 我要买你这个合唱 为耶和华主坛 使民间的瘟疫止住 很清楚 很清楚 二十二节 亚劳纳对大卫说 我主我王 你喜悦 用什么就拿去 献祭 看啊 这里有牛 可以做凡祭 有打凉的器具 套牛的饿 可以当柴烧 王啊 这一切 我亚劳纳都奉给你 哇 你看 王跟民 真是一心 同心合意 要来献祭 又对王说 耶和华 你的神 耶纳你 哎呀 这个是神的国 里面的一个口气 那个民 为王祝福 王为民 打算 这样子 这个很好 二十四节 王对养劳纳说 不要 我要按照价钱 向你买 我不肯拿 白的东西 来做凡祭 献给神 哇 你看 现在大家都 充满着良心 真是太好了 大卫就用五十四颗的银子买了那个荷肠和牛 大卫在那里为耶尔华献祭 刚才我们读过 读完了 问题在哪里 你要再去读 历代 历代至上 历代至上这一段 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 圣经一定要对照读 对照读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大卫要主谈 你看 十五节 神 历代至上 二十一章十五节 神猜 十则 去灭耶路撒冷 刚要灭成 耶尔华看见后悔 就不降灾 吩咐灭成的天使说 住了吧 那时耶尔华的死者 站在耶布斯人 阿尔兰何常那里 刚才不是亚劳拿吗 现在变阿尔兰 阿尔兰 大卫局目一看 神的死者在天地间 手拿着拔出来的刀 我这个写得很详细 太可怕 十七节 大卫就祷告神 数算百姓 不是我数算的吗 是 我犯的罪 行的恶 十八节 耶尔华的死者 吩咐加德去跟大卫 讲 叫他上去在 阿尔兰河场上 为耶尔华主谈 结果你再读下去 你发现什么呢 这一次是用了好多钱 二十五节 大卫为那个地 称了六百社科的金子 给阿尔兰 大卫在那里主谈 这样子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事 刚才讲 亚劳纳 现在讲阿尔兰 刚才钱很少 现在钱好多 距离 差距好大好大 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是河场 一个是买一个河场 献祭那个 潭那个地方 一个是买很大片的河场 就合在一起 这个原来 我去读到一个资料 他是说 这个亚劳纳 亚尔兰 是一对兄弟 这一对兄弟 那个就是 连在一起的河场 这对兄弟 是爱的兄弟 充满着爱的故事 的一个河场 所以这个地方配合 值得 配得 来献祭 神渊 什么意思 我得到那个故事 是这样讲 有没有 小时候我们读的 有一个故事 说一对兄弟 非常和好 哥哥结婚 弟弟没有结婚 有没有 晚上有没有 就把他挑那个骨子 有没有 到他那里去 他哥哥说 弟弟也还没结婚 我也要 顾虑他 挑来挑去 在月光下相遇 那个时候 小时候读那个故事 读过了举手 这不才一个人啊 好笑 那个 那个课本的故事 这个好啊 那个爱的河场 原来是这个爱的兄弟的河场 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引申一下 这块河场 这块河场后来就是 耶路撒冷的圣殿 所以成就的大事 在众人悔改之下 从王 悔改之下 认罪悔改 赎罪 献祭 又在这个爱的河场上 这一块河场 如果再读下去 这个是起初 献以沙的地方 回去好好读 就会找到 是献 亚伯拉罕 献以沙的 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后来引申到后来 就是 耶稣定死十字架的地方 好了 结束了 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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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诗